用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的議程的話 就是又如 然後又如的話 他要來講的東西是 他從馬來西亞 應該是馬來西亞沒有錯吧 有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但你知道嗎 每次我們拿到open source的project 想要去run他 build他的時候 他不見得 他會是完美的 因為 他有放上去 其實我們就是 一個感激的心情這樣子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要build他的時候 我們 都還要去看看 他的文件寫不寫的完整 或是裡面的東西 他是不是完整的狀況 那如果他不是一個完整的狀況 或許 有些人就會開始抱怨說 為什麼沒有整理好 或什麼之類的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應該 每個人他都可以貢獻他 額外的自己一份心理 在同樣的案子上面 再多 疊代一層 我們自己的貢獻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交給又如這邊了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又如 呃 大家如果一直都有follow Jilin Visame的投稿的話 會發現這一場原本講的不是我 因為我老闆就是剛剛在講那個 科技與資料新聞碰撞的那一個 那位就是我老闆 然後他錄取太多場 然後因為我很想來台南玩 所以 因為我也是這個 專題的就是製作人 所以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計畫這樣子 然後因為剛剛看到大家都有介紹自己是誰 所以就趕快去補了一下這個slide這樣 然後 呃 我其實就是在 呃 2017年加入 靖州刊城市設計中心之前 我就是一個 嗯 很單純的記者 也不是說現在就不單純 就是說 我就是單純就是採訪寫稿 然後寫文字的記者這樣子 然後剛剛我老闆說我們記者都要會寫啊嘛 對 所以我就2017年來到這邊之後 我就開始慢慢碰城市語言 到現在 就是 對 然後我們2018就是 成立了Reader這個自品牌 然後我在去年的時候開始兼任數位專題製作人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就是我們最近推出的計畫 是台灣政商人物關係資料庫 那簡單來說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我們的網站已經上線了 所以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 或是一個很好記的網址就叫 Who are you reader 這樣 對 然後 不然不是問Reader你是誰啦 對不對 好 然後就是我們的 呃 希望的概念就是 呃 使用一樣的資料格式去匯集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公開資料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其實呃 從過去到現在包括啊 就是 距林V有推出過 呃 也有很多參與者提出跟關係有關的專案 例如說像以前的呃 台電金流追追追去爬梳 呃立委的關係人 或是說呃 像 呃 Reader有做過政治獻金 我們去爬梳的政商關係之間到底交流多少錢 但這些東西它都是一個一個一個專案 就是對 然後 我們 就是 就發現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專題的時候 我們還雖然這個資料相對於PDF 或者是很多檔案它相對於比較乾淨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從頭整理起 所以我們就希望就是可以來就是做這件事情 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剛剛講說其實沒有結構化資料其實每次都要從頭開始 那這個最痛的時候來自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2018年我們做了一個專題叫做你全家都議員 就是我們想要知道全台灣各地的議會就是市議會 它的那個議員就是大家都說議員就是家族政治嘛 那我們想要知道這些家族到底統治了這個議會有多久這樣 那我們如果單純去看一個議員連任很多次是不夠的嘛 你要去看他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阿姨之類的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展開了一個超大型的肉搜計畫 就是我們去找了真的全台灣所有的議員 就是包括從就是中選會沒有資料的就是第一屆地方議員開始到 就是2018年的時候 然後所有當選的議員只要他的親戚是議員的 我們就把這些資料納進來然後做這個專題 好 做完之後就是我就在想說這個資料到底可以怎麼樣留下來呢 就是我們雖然就是Reader的慣例是我們每一次做完專題都會開放資料 然後我們就開放了一個CSV這樣子 對那我就在想說就是 對我就一直在想要怎麼就是可以把這件事情留下來 好那然後那時候後來又剛好在國外認識了就是國外的這個PoPolo計畫這樣 然後那時候非常巧就是說 其實這我原本是放到他的投影片啦 大家也可以就是掃右邊那個QR Code 就是那個Yusef就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專案 就是一個project的holder然後他跟大家分享的 那時候非常巧就是那一年呢 Julee Mr. Me就是我老闆HC在台灣聽到了 就是就是 就是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我連忘了就是 的專案的負責人就是分享了就是他們用那個就是PoPolo這個計畫 就是如何就是他們如何蒐集馬來西亞政要的這個關係 然後我剛好在就同時間我在韓國亞洲調查記者年會也聽到了 就是同一個專案的人然後分享這個計畫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就是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它就是建立了一個資料蒐集的準則 就是例如說我今天要建立人物資料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有哪些欄位 例如說我的姓名 舊名 別名 地址 email什麼 就把欄位開好 然後組織 然後各式各樣的資料 然後你有哪些欄位 那你就依照這樣的欄位去建立資料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PoPolo幫助了什麼呢 就是說就是馬來西亞有一個很大的醜聞 叫做就是emdb 就是emdb是一個一間公司 然後它是就是國家的一個公司這樣 然後這是這個這個事件是說就是 好有點複雜大家也可以去查維基百科 這樣就是說就是那時候馬來西亞的首相被指控說 就是他把這個公司的資金轉入他的個人賬戶 然後就是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後來也導致馬來西亞政權交替這樣子 對 好 那那個時候這是美國的一個調查報告 就是這個事情非常大嘛 然後美國調查報告就寫到說就是 有一個emdb的officer 然後他是誰誰誰誰誰他沒有寫出名字 但是他把相關的細節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包括說他是CEO 而且他任職2009到2013 然後眼睛一亮我們有做資料庫 欸 這樣 等一下喔 太激動了 等一下 好 沒有 就是他們之前就有蒐集資料庫嘛 所以他們馬上就找到說 好 在2009到2013年 在這間公司當然CEO的人是誰 就是這位仁兄 對 然後他就被發現說 就是好 就是你這樣 所以就是在就是把這些資料搜集得很好的時候 就會在意料之外幫上忙 好 那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當年在做 你全家都議員的時候所用的資料 它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平常在做資料新聞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都會蒐集很多很多的資料 然後又要用一些格式來整理它 那我們當時候就是 就是把親屬關係就是 議員是誰 那這個議員的親屬是誰 然後就是兩個欄位 然後他分別是哪一個縣市的議員啊 然後他當選幾次啊 然後他親屬關係是誰之類的 所以在這樣的資料裡面 你只要就是 有做過資料分析的人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filter欄位嘛 例如說我想要找 澎湖縣的議員的親屬關係 那我就filter 所屬議員縣市是澎湖縣的 那我就知道說 那澎湖縣有多少人的親屬關係 然後他們當選幾屆之類的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POPPO的原型 他也是用spreadshoot 然後他就是開了不同的欄位 那就是說你看這個文件 我也看不懂 就是我也甚至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文 但是你只要是欄位是共通的 就是你就可以用 就是一樣的標準去建立資料 所以就等於說 就是他們那個計畫發達到 就是可能會有專門的人 雖然每個國家都不太一樣 但是可能會有專門的人 寫視覺化套件 那你覺得哇這視覺化套 關係的視覺化套 感覺很好用 那就算我們的語言跟他們不一樣 但是欄位是共通的 你只要把資料倒進去 再來稍微修改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我們有好多好多好多個轉感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就是蒐集了台電金流的 立委關係人 Gilly米也有做過那個 Gilly米獎豬金流有做過透明足跡 我們蒐集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關係 Reader做過政治獻金 還有你全亞都議員 P-Shop 公視 還有關鍵評論網 我們有非常多的專案 可是他們就算公開資料 他們都是一份一份一份資料 那我們希望的是 就是讓他們 全部combine在一起 就是讓它累積這樣子 好 那PoCo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是一個開源的專案 那很棒啊 就是我們就直接拿來用吧 但是為什麼我們2018年就聽到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 有在Hack Hacks 就是我們媒體人的一個小聚會裡面 提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卻拖到2020年底 才做這件事呢 對 就是 就是發現它其實沒有後台管理系統 對 它就是一個 就是它就是一個頁面 然後就是讀 spreadsheet 然後出來的頁面上 總之就是它給你了一個模板 就是讓你可以蒐集資料跟呈現資料 但是當你想要把這些資料蒐集 或是存在一起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的 對 好 然後我們就 當然也是因為就是Reader 還有很多專案在進行啦 好 然後 所以我們就到了2020年 我們就決定用就是Keystone Jazz 這個東西 這一套來做 製作一個資料庫管理界面 然後我們再透過網頁表單 跟 Spreadsheet 就是這兩個管道 讓使用者可以新增資料這樣子 好 所以 Who are you? Reader 就是台灣政商關係資料庫計畫 就誕生了這樣子 好 那 剛剛就是HCE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過去就是其實已經 有很多協作計畫的經驗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就是 很不怕死就是挖了一個這麼大的坑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在過去的很多專案裡面 我們都就是非常受到就是鄉民們的幫忙 然後我們也深信 就是如果就是 好啦 這樣有點老王賣瓜 但是我說 只要有一個好的計畫 就是大家是會願意幫忙的這樣子 好 那過去呢 我們在 我大概簡述一下 就是這三個專案 其實都是利用類似的流程 那速度正式現金 這個其實是有點是復活 就是當年Ronnie Wong在2008年 在GTV的提案 他們就是去找了很多人 然後去檢察院把政治現金印出來 然後分成小格小格的影像 就有點像大家輸入驗證嘛這樣子 然後就上傳給使用者打字 那打完的結果呢 就是他會有一個驗證的程序 讓其他使用者驗證說 圖片裡的文字跟你打的文字是正確的 那 好 那他當時候就是 就是他的結果是他會出一個CSV 那這個CSV裡面會有每一筆資料被打幾次 然後驗證跟錯誤的次數這樣子 那後來是因為有我們執行這個專案 所以在經過本人我人工校正之後 然後再釋出乾淨的CSV這樣子 對 那看板追追追這個專案呢 是我們當年就是想要記錄就是大家有多少看板嘛 那簡單來說就是幫在路上幫看板打卡 就是你在這裡台南看到一張看板 你就可以拍下來 然後上傳到我們的系統 然後就會定位 你在台南這個選區有哪些候選人 你就選這些候選人 然後輸入相關的資訊這樣 好 那時候是用使用者上傳看板資訊 然後你也可以只上傳照片 不要填資料 那其他使用者就可以在驗證區幫忙填入 或是校對看板資訊 例如說你可以幫忙打這個看板的標語 或是說有沒有人把蘇貞昌認成侯友宜之類的 對 然後呢 就是這個資料就只要正確超過三次 就會進到資料庫的頁面 那但是如果你在資料庫頁面 發現這個資料是錯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點擊說 欸這是錯的 那他可能就會回到驗證區 或是再經由我們人工校正這樣子 對 那這個專案呢 因為也是我們做的 所以就是我們最後做成報導的時候 有經過我本人人工校正之後 再釋出乾淨的CSV這樣 好 那去年我們做的最大的計劃是 就是跟 除了 這次我們除了跟商品合作 我們也跟媒體合作 做了就是 總統候選人事實查的計劃 那這個專案呢 它就是 使用者先依照 就是切成20秒的公開發言影片 打主字稿 然後呢 也是會有驗證這個關卡 就是讓使用者驗證這個主字稿 是不是正確 好 那正確超過三次呢 它就會進到後續的步驟讓記者查核 那這時候就是 呃 因為只是主字稿檔案 就是我們沒有要 直接拿這個主字稿去 呃 就是例如說 直接驗證它 就是我意思說我們查核的重點是 就是 查核的時候記者都會再 看一次那個主字稿 或是發言之類的 所以我們當時候就是 直接釋出 就是有通過驗證的主字稿檔案 這樣子 好 呃 所以這次也是利用同樣的流程 就是使用者輸入資料 那必填的欄位只有姓名跟資料來源 那 呃 第二關就是驗證 就是使用者可以依據資料來源 去驗證其他使用者填的資料是不是正確 那如果有空著的欄位 例如說你剛好知道蘇貞昌的生日 那你就幫忙填上去之類的 好 然後就是 正確次數超過三次的話 這個資料就會進到資料庫 那如果遇到同名的人 就會尋另外一個新增資料 就是你就會 呃 新增一筆資料 但這個資料是會經過我們手中確認的 這樣子 好 那目前我們是開 掀開了這五個資料集 就是包括人物 組織 人物跟人物 組織跟組織 然後人物跟組織這樣子 對 就是 然後它的欄位就是大概分別是這樣 就是有各種 呃 各式各樣的資訊這樣 對 好 那我們目前打算輸入的資料呢 就是包括啊 就是 呃 READER之前做過的 就是全台議員的親屬資料 然後中選會的選取資料庫資料 就是開放的 就是我們就清理乾淨之後 然後就是 就是把它清成這樣子的欄位之後 就可以倒進去了這樣 然後以及關鍵評論網跟公司Pshop 過去做過的專題資料 還有GDB角度專案 台電金有追追追 跟透明足跡 以及就是GDB的大大 Running One的公司資料等等這樣 這是我們預計打算輸入的資料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是除了這些資料集以外 我們還想要做的資料集是 就是包括資產 就是呃 現在公務委員都要公開財產申報嘛 然後 以及選舉 就是他曾經參與過哪些選舉 然後得票數證件等等 還有金流 政治獻金贊助捐款投資標案 還有著作 就之前不是想看很多 是不是大家都很想看政治人物論文 是不是都抄襲 就是來 就是你可以去圖書館 然後把它的論文印下來 然後上傳這樣 然後或是公開發言 就是包括像唐政偉本人 就是從上任以後到現在 發言全部都是公開的嘛 然後我們過去 我們在Reader 就是在總統市場裡面 已經蒐集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所有公開發言 以及就是不知道 可能哪天大家在想到什麼 都可以再跟我們許願 然後他的使用情境呢 就是例如說選舉完 或是選舉期間上 過去我們都有很多選舉資料庫嘛 那這些資料就可以 就是清晨一樣的格式之後 就可以直接倒進去 新內閣上任 或是未來有更多不同的新關係專案 或是其實我覺得國外很有趣 就是他們都會去爬那個政府的關於我這一頁這樣 就是他們會說 都平常都沒有人要看這一頁 就是都是他們在看這樣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 偶爾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某個官員突然消失了這樣 然後就是 這時候就是有些故事可以寫這樣 或者是說 就是像我們記者自己剛做完一篇報導啊 就是可以順手新增報導裡面揭露的人物關係這樣 好 最後很快速的講一下我們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欸 這個是我今天下午趕快夾的 因為今天早上口罩地圖的就是分享者說 群眾參與的專案都要想一下如何防止搗蛋折 然後就說嗯 好 趕快把它夾上去 好 我們目前遇到的困難就是 同名同姓的人跟同名的組織這樣 然後因為同名同姓的人就是 之前做過很多選舉資料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呼籲像什麼立法院什麼 可以新增一個ID之類的 對 然後當然就是我們沒有就是 我們也想過就是例如說給他一個ID 但這個ID沒有辦法被使用者知道 那 對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碰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做法就是 我們的ID就是姓名加生日這樣子 對 那今天如果我不知道這個人生日的話 那怎麼辦 對 它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然後同名的組織就是又 同名的人 雖然每個人都有身份證嘛 但是身份證是一個個資 所以它不能被公開 但是組織它有一個身份證就是同編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組織都有同編 對 就是 然後另外就是同編還有可能重複 它可能會出現在 就是假設我 所以雖然基本上是不會啦 但是如果這個公司歇業已久 可能十年的話這個同編就有可能會被再 再拿出來這樣 那我們目前呢 就是組織是用姓名加地址 來當它的配對ID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新資料級的欄位標準化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為什麼就是現在只有 這五個表單 就是其實光這五個表單 裡面還有什麼資料 哪些資料是可以做的 然後哪些欄位是多餘的 然後是每一個裡面內容大概要是什麼 其實過程中都討論很久 雖然發想很容易 但是當它變成一個標準化資料的時候 以及放上去之後 會不會有人覺得欄位太少 或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都有點難這樣子 對 然後包括像彈畫 金流 著作 這些資料結構要怎麼標準化 這是我自己目前身為一個製作人 我覺得最困難的問題 對 然後如何防止導彈者這件事情 就雖然我們有驗證這個機制 那可是如果有新的導彈者 他可能就是瘋狂 連驗證都跟你就是繼續玩嘛 對 所以我們目前也只能 依賴群眾協作這件事情 對 好 以上就是這個專案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就是歡迎大家問問題 技術也可以問 因為我老闆在這裡 對 好 謝謝 就是歡迎大家就是可以幫忙我們新增資料 或是 對 就是他目前會是一個很長很長 就是放著的專案 然後也是我們reader會用 反正各個階段慢慢完成他 然後也歡迎之後釋出資料的時候 大家可以拿去玩這樣子 對 謝謝 喔 好 改名的部分我們有姓名跟舊名這件事 對 然後其實舊名應該是 好 Popolo的那個機制裡面它的舊名還有放上 這個舊名使用的時間跟就是 對 但我們目前是我們有舊名這個欄位這樣 所以你只要打他的舊名 你也是可以搜尋到這個人的 只要他的舊名又被登錄這樣子 對 然後順便講一下我們那時候覺得最困難的 其實是原住民的名字 對 原住民的名字有各種寫法 那他有時候是不小心被寫錯 有時候是他自己個人就是堅持就是他的標臉符號 或是大小姐就是要這樣寫 對 那原住民的名字我們也是放在 我記得好像是放在別名 因為反正我們有別名這個欄位 對 所以基本上只要他曾經出現過的寫法 你只要打就是都會搜尋到這個資料這樣子 對 好 那有沒有考慮出查詢要有欸 就是我們最近小編才做了一篇那個教學 大家可以上Reader的粉絲頁就是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對 好 然後資料輸入是不是有政治立場的問題 這個我可以用事實查核專案這一個例子來分享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事實查核很像就是可能會有政治立場 或是說好 我先回答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我們在碰的資料都是非常基礎跟中性的 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名字叫什麼 一個人的生日叫什麼 一個人曾經在哪些組織過任職 然後他捐款給誰 這些資料應該都是中性的吧 就它是一個事實 對 然後我覺得過去我們在處理事實查核 這個專案的時候也會被碰到說 就是你們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政治立場 但是去事實查核 就是可以被查核的事實它基本上都是 就是它是一個事實嘛 我個人覺得它是不會有立場問題的啦 那在這個資料庫裡面碰到的也都是像這樣子 非常非常基礎的東西 那頂多就是你可能會隱藏有不利於它的資料 例如說它曾經在某個有爭議的組織就是任職 然後你不上傳 但是你不上傳有其他使用者會上傳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就是用群眾協助的機制去嘗試 就是我們相信群眾這樣子 對 好 可不可以將這個計畫理解成資料庫畫 Wikipedia 我原本是這樣想的啦 但我覺得可以 對 但是我老闆昨天說這樣講會怕人家誤會 對 所以我覺得是 對 就是 老師說就是我們想要的資料很多 在Wikipedia上都有 可是事實上就是我們今天要做任何的 就是我現在也有蠻多記者 我們要再做任何的就是類似這樣的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查Wikipedia 然後手動輸入把它調成我們希望的格式 對 那做了這件事情做了很多次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 到底為什麼就是我們不能有一個 就是開放好用的格式這樣子 對 好 目前 好 我一開始沒有想到導彈者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 Reader的計畫都非常 是我們就是應得值很高嗎 就是我們目前應該是沒有碰過對不對 是嗎 沒有 沒有碰過 就是我們之前連看板追追追我們都有還有 我們有做這個機制就是例如說 發現有一個人他上傳的就是被一直標示為錯誤的時候 就是我們還要鎖IP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有曾經做過這樣的嘗試 可是這件事情沒有用到就是 對 然後包括政治獻金它就是也 就是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是我們流量不高之類的 但是政治獻金這件事情跟事實查核其實真的都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參與的 那政治獻金的資料我是最後有一筆一筆校對過的 那我可以就是誠實的說我們沒有發現這樣的情形 對 那希望大家也不要因為這樣子然後就來測試我們 對 那我們會很痛苦 對 好 好 會不會有政治加先一步輸入然後他填的資料是假的 對 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就是就是只能靠群眾協作啦 對啊 就像現在Wikipedia上很多人在改那個就是台灣是中國中國是台灣這件事嘛 那就是看哪一邊的網友的力量比較大這樣子 對 那就是希望我們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來幫忙這樣 對 越想越小聲 好 那就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對 好 現場的夥伴 就是那個危機媒體基金會他有一個那個叫做危機數據的專案 Wikidata 就是其實做的是還蠻跟你們有點類似啊 但他不是只有做人物的關係 就是說他可能是萬物的關係這樣子 就是就是那個魚翼網的那個網絡的連結 就是一個item一個property還有那個red 所以那關係都是可以做編輯這樣子 然後 但因為你們授權其實是相容的 尤其之後是可以把資料再互到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因為我剛剛想到一個事情 王姐好 就先這樣子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現場的夥伴有沒有其他問題的 好 那我們就謝謝又汝 謝謝大家 好